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爱德绘本的燕子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故事是 三个和尚 是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三个和尚的故事你听过吗 这是我国流传盛广的民间传统预言故事 一个和尚挑水河 两个和尚抬水河 三个和尚没水河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应该怎么办呢 小朋友们快来帮他们想想办法吧 从前山上有座庙 庙里住着一个小和尚 庙里没有水 用水摇到山中的西边去挑 有一天 一个高高的和尚路过小庙 觉得这里山好水好 就和小和尚商量着住了进来 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很不错 他们在一起送金 一起种地 不过喝水嘛 慢慢就变成了两个人一起去台了 不久 不久又来了一个胖胖的和尚 他看这里的风景很美 小庙又不错 就也想住下来 小和尚说 好啊 人多更热闹 三个人在一起后 感觉就不一样了 一个和尚挑水喝 两个和尚抬水喝 三个和尚吗 嗯 快瞧 水没了 现在谁去挑水呢 哦 这一位正忙着呢 这一位好像急着去茅房 天都快黑了 还是没有人去挑水 天已经黑了下来 三个和尚磕睡也来了 就各自回船房睡了 月亮出来了 乌云也来了 月亮躲进乌云里去了 小老鼠出来找吃的了 他们爬上了佛台 乱哄哄的 砰 不知道是谁 把烛台打翻了 不好了不好了 着火了 可是没有水 快跳快跳 快快快 三个和尚奋力救火 雨来了 雨来了 帮忙灭火来了 火终于灭了 好险呀 三个和尚说 以后可不能掏懒了 可不能大意呀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去解决用水的问题呢 他们想啊想 想啊想 终于 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三个和尚一起努力 就地取材 劈开了竹子 架起了水槽 终于把水 引到了庙里来 接下来 小朋友们 有没有什么 更好的办法 可以帮助他们呢 快快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们吧 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 别忘了点赞 分享和订阅 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拜拜 如果还想听什么有趣的故事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哦 别忘了点赞 分享和订阅 谢谢 下周见